记者洪素京台北报道,前台北县长周锡伟宣布参选新北市长HitFM,扣扣早餐经专访周锡伟,除谈到竞争对手现任新北市副市长侯有意外,也提到昨晚发生的花莲枪震,周锡伟指出各县市其实一直都缺消防员,中央政府培训的消防员总数永远不及地方需求,表示高层政府官员在大型灾难时不一定。 要到现场,中央最好的做法是把救灾的人员跟机具道径快送到现场,而不是总统跟行政院长到现场。 花莲昨6日晚上11点50分发生规模6,林藏列地震造成大楼倒塌,除了人员伤亡外还有受困惑等待救援,总统在英文已于早上6点多抵达花莲现场,行政院长赖清德上午在行政院召开, 紧急应变小组会议预定今天都将前往花莲看灾。周锡伟认为总统及行政院长前往灾区只是宣示的效果,且去了当地人家还要招呼你并不一定好。 周锡伟建议总统蔡英文跟行政院长赖清德都不一定要去花莲灾区现场,反而是国防部和消防署专责救灾的指挥人员要到现场。 周锡伟也提醒受难者或家属情绪势力不稳,因此首长X很重要。 周锡伟关心花莲灾情,HIT FM提供。 周锡伟关心花莲灾情指出台湾缺乏消防员,HIT FM提供。